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外星战甲机器人攻占地球的故事 话说在未来世界,地球遭受的史无前例的毁灭性入侵 黑暗的天空中突然降临无数巨大的举行神秘方块 正当人们还没看清楚外星人的意图时 成群的钢铁机器人已经降落在陆地,他们体型庞大 一切听从矩阵的指令,人类毫无管舍之力 外星人只坏了仅仅11天的时间,便将地球的一切军事设备毁灭 他们不杀戮人类,却将所有地球居民进行无差别的管制 每个人都被植入一个定位芯片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外星人监控 地球重组成了外星族的殖民地 人类不知道外星人为何要殖民地球,也无权知道 因为在高等文明面前,人类即是螺蛳一般 这也印证了三体的那句名言,消灭礼,鱼礼和干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外星殖民的第三年 男主席恩的父亲在多年前的抗战中失踪 留下了他和母亲 席恩唯一的乐趣就是通过棒球与其他人联系 能在屋里聚会一次都是莫大的享受 依次席恩和朋友们在修理虚电池的时候 意外触电被电倒在地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追踪器竟然也随之消眠呢 经过试验,原来追踪器的芯片只要遇到特定频率的电击 就会被干扰,这也算是外星系统的bug吧 几人失了一下外出活动 果然发现监控系统对他们无效 几个小家伙,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超市狂吃糖果 当然,他们有更加重要的计划 就是潜入外星人的工厂,找到更多的电池能源 可在途中,追踪芯片受到极其干扰,再次重启 几人的行踪被暴露,习恩迅速逃往家里 还是被叛徒尤亲给抓到 习恩再次被送到了高硬台上 正要被打上追踪器时 想毛毛干扰电源,造成设备短路 救下了大火,第二天 几人成了通缉犯 所有机器人都在四处寻找几人的下落 习恩想着,反正也是一死 不如解放更多的人开始起义 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习恩 直到遇到一个发疯的老人 他曾经接触过外星人的中控系统 提供了重要的消息给习恩 随着更多的人破解了芯片的追踪 大火们也加入了习恩的起义队伍 这边尤金为了找到习恩抓走了老妈 他说出了外星人的计划 外星人将在不解之后重构地球 人类只会成为外星人控制的一部分 习恩想去叫老妈 却反被巡逻机器人发现 在逃跑时,习恩的追踪器突然变成白色 巡逻机器人竟然也随之停了下来 他们意外发现 习恩的追踪器居然临时接管了 机器人的远程遥控芯片 大块头机器人随着习恩的动作而同步激动 看来这机器人本身是没有思考能力的 虽然这样只能控制一台机器人 但是也足以从尤金的手上叫出老妈 很快,外星人的中控者就发现了逆向控制的漏洞 中控者决定召集更多的飞行器 进行范围更大的搜索 一旦举行方针被习恩控制 那人类可是要翻天了 另一边,习恩在寻找老人的线索 寻找能接近矩阵中控的方法 在一所湖边果然找到了隐藏的飞机 只要能搭上它,接近矩阵 就能入侵中控系统 外星人也不傻 直接派了一个矩阵的机器人围剿起义军 直到见到控制飞船而来的习恩 外星人才知道低估了人类 中控者紧急飞向飞船 以为可以控制,说服习恩投降 结果习恩一个反手 直接接管了中控者的系统 原来外星人的一切机器人 都是以中控者为核心 中控者被摧毁之后 所有机器人都成了无头苍蝇 一切入侵指令都被停止 机器人原地成了一堆废铁 举行方阵 也在习恩的控制下 原地自爆 一部小成本的科幻电影 整个世界观还是挺宏大的 届时逻辑上漏洞不少 人类从一个bug成功整戒了地球 但是黑暗森林法则中 地球既然暴露了 就还会迎来新的外星侵略 每天一部小电影 欢迎带着关注西瓜看电影 本次作品那边科幻电影 机器人帝国